这一题是一个蛮基本的几率的问题 就是说 你其实就把它选三个 三个都不同行也不同列 那我们可以把它讲成 就以事件的观点来算 就是说一开始第一个人怎样呢 第一个人其实是九个都可以乱选 第一个九个都可以乱选 因为第一个人都没有限制 可是第一个人选定之后呢 不管选定哪边 他这里就不能够选了 第二个人来的时候呢 他原本有八个 可是只剩下怎样 只剩下四个可以选 那第二个如果在第一个人选这里 那第二个如果在选这里呢 他又砍一砍 结果第三个人 在剩下七格里面 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一格可以选 所以这个就是三个人 不同行不同列的几率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算出来就是 那个十四分之一 十四分之一 所以就是用事件的观点来做 这边我之前有录还蛮多 用这个事件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可以再看这边的影片 是真的吗 直接对 схем 也就是这边